我是香港的画家黄永昌 我们的课程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国语 一个是香港的广东话 那么我们国语版的 是针对台湾东南亚的朋友 而设立的 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也欢迎你们收看订阅我们的YouTube 今天我们要释放这个方形花瓶的鲜花 这个画法呢 事实上是和缝法 就是画一个部分 再画另外一个部分 这个方法比较直接 也容易控制 那么特点就是画了其中一部分 就不要画相连的另外一部分 甚至几组一起画 一个明暗边画 那么可以一起来画 画完之后 一个部分一个部分 慢慢用和缝的方法 把它连接在一起 又隔开隔开画 那么画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部分 都要有立体感 例如是画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先加中间的颜色 显示的地方用清水脱开 然后再加深一点的颜色 尽量有透明的密体的感觉 那我们这幅作品 先用留白笔 把这些白色的地方留白 然后画到最后的时候 把留白的部分擦干净 然后再继续画 继续修改 那留白的部分呢 是浅色的部分 现在我们看到有蓝色的东西 的地方 蓝色的笔画的地方 就是留白笔 所留白的地方了 然后这个叫做和逢法 我们画了其中之一部分 然后再画另外一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我们所画的是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旁边的花 这个是叫做配角 主角和配角要分开 配角在旁边的花要加深一点 我们一个部分隔开来 再画另外一个部分 这一点要特别小心 当我们画到浅色的地方 例如是白色的花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小心 大多数白色的花 都有颜色 它不是纯粹白的 它大约是用一些蓝色 紫色架上去 然后用清水把它脱开 到很浅很浅的颜色的时候 可以留空白 但是要大多数是用清水脱开 要有一个立体感 画这个白色的话 用的颜色尽量是透明 有冷暖变化 什么叫做冷暖变化呢 就是阴影的部分用冷的颜色 受光的部分用一点粉红 暖一点的颜色 有冷暖的变化 感谢观看 我们画的时候要隔开画 因为湿的时候画 它就会喧化在一起 我们一个小部分画完之后 隔开画另外一部分 那么先 这个地方是先画深的颜色 然后用一点清水慢慢这样 将它脱开 渐渐的浅深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些画呢是很浅颜色的 本身是很浅颜色的 所以我们脱开一些 那这个主角的话 它是浅一点的桃红色 我们可以用一点很鲜明的桃红去画 桃红色去画 然后画的时候要特别留意 隔开一部分 这还有一个部分 这个边界要清晰 边界要清楚 不要太混准 然后我们画到很多花的时候 这个是橙色 橙黄色的花 这个是属于中间色的花 我们画花的时候要分清楚 浅色的花 中间色的花 和深颜色的花 这三个不同的颜色 要有一个色 色彩的阶层 把它分开 深色浅色 中间色 每一朵花都有立体感 都要有深浅的颜色 例如是花的深颜色 我们可以勾起皮 在没有干的时候 这样它就有个朦胧的 鲜花的立体感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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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 sunlight そう行 好吗? 好吗? 我们现在画到还 急bed 多个花慢慢出现了 要保留浅色的地方 不要加的太重 浅色的地方要鲜明 要透明 然后我们记住 主角浅色的花要保持透明 鲜色 背景两边的话 可以加中间那一点的颜色 还有这个花和花之间的一些 这些空隙的地方可以加重 加深 那还有一些是配花 这些小小点的一些花 我们可以加部分是干画法 然后部分是在画底色的时候 用炫画的方法去画 这些叫配花 要画的太清晰 那这一个花呢 前面那两个大朵的浅色的花的 后面有一些花是森棉森森森 那我们现在是隔开隔开画 现在还没有画出整体出来 要画很多很多个花 一步步画上去 然后才浮现一个整体的效果 每花之一笔的时候 我们都要用整体的方法去观察 整个花像个立体的球体 要有整体的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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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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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它有个朦胧的感觉 前面清楚 后面朦胧 加深的地方 最好是有点喧哗的效果 让它和背景 有点联系 朦胧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整体的效果出现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这些背景的花 朦胧化 让它有点自然的喧哗 现在整体的立体感已经浮现了 我们等它部分试的时候加 有部分是等它干脱的再加 要有喧哗的效果 部分画是比较喧哗的 就是几种颜色 试的时候喧哗它 我们要分清楚它的整体明暗关系 把它画到丰富和立体 给我们个毕竞沌 每一个手里аетс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现在我们可以画背景 画背景的时候 用浅的红色慢慢渲染整个背景 然后加点蓝的颜色 一些淡一点的纸的颜色 把它鲜化 拌干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背景的一些配花 加一些朦胧的绿色 有一些花的叶子 一些其他的地方 在胃干的时候 加一些背景的后面的花 让它鲜化 这些精细的地方 我们要很小心的把它画出来 有些地方是鲜化的 和背景一起鲜化的 这一点要特别小心 也就是鲜化的 就是鲜化的 这些花是鲜化的 一切都是鲜化的 但是它被创造成这样 就是鲜化的 有些地方是鲜化的 一切都有一切 没有 或者因为鲜化的 有些地方 等背景干透后才画玻璃瓶 记住要干透 潮湿的时候不要画玻璃瓶 画玻璃瓶它的明暗特别强烈 一些阴影可以加重一些 等全部干透之后 全部干透之后 插去留百胶 留百的地方 记住是全部干透之后 插去留百胶 留百的地方 用一点淡的颜色 浅一点的颜色去修改 留百胶所留百的地方 加点浅色的话 那么修改之后 一些花蕊的地方可以调一点颜色 有些地方可以加深一点颜色 把细节画好 当画好之后 整个花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要拍个照片 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 如果好的话 那就可以完成了 好 好 就等会给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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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地方还是看来看去还是有一点需要修改 例如是花的立体感还不够 可以加多几笔 多画一下重要的地方 这些叫做皱纹 花的皱纹 有一点颜色 用很大的颜色加 还有一个纹理的变化 加上去 把这个画面丰富 这些画面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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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这个水彩化高级课程 华为的课程 我们拍的教学片都有两种版本 一种是国语 一种是香港的版本 就是广东话的版本 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课程 欢迎你们订阅我们的YouTub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